生难遭想 这个发门是太难得遇到了 一教奉献求生尽土 离生成就了 这个成就 是保证的 是真实的 实际上我们的烦恼一瓶都没断 只是念佛的功夫 把烦恼扶住了 任何一个发门 扶烦恼不行 不能成就 要断烦恼 这个发门扶烦恼就能往生 如果是断烦恼往生 那至少是方便犹豫图 有小成的功夫 在我们 大成教里面 华音经上说 你有十行为的功夫 从初心到实心 都是生方便犹豫图 方便犹豫图 里头有三倍九倍 见思烦恼没有断的人 通常都是 这个凡胜 同居图 我们这个地球 就是凡胜 同居图 释迦摩尼佛的 六道轮回 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同居图 只有两道 没有六道 凡胜同居图里面 三倍九品 是人天道 极乐世界 没有出身 没有魔鬼 没有地狱 而且 非常奇特 真的是 这个奇特是什么呢 凡胜同居图 往生的人 最下品 下下品 往生的人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做阿维约治菩萨 阿维约治菩萨 最低的位次 是华严经上粗诸菩萨 等于什么 等于在我们这里修行 明心见心见心成佛 等于这个功夫 这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里头 都没有说过这种话 只有这个建设有 这是奇特法了 换一句话说呢 同居图里面下下平往生的人 就成佛了 他是不是真的成佛了 不是真的 所以偶叶大师讲得好 讲凡圣同居图里面这些人 往生的人 你要说他成佛了 见思沉沙无名 一瓶都没断 他是道道地地的凡夫 你要说他是凡夫吧 他的智慧 神通道地跟阿维悦之菩萨相待 这个奇妙啊 这在舍房叉图里面 祝福叉图里面 找不到 只有极乐世界有 这才叫习气啊 这对我们这类的人呢 这个吸引力很大了 为什么呢 烦恼习气很重 知道很难 那遇到这个法门呢 我们就有救了 这多开心啊 可是你真的想一生成就 成就智慧 成就得能 成就向好 经上的话 一分之扣都不能打 这经教我们怎么说啊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你架杂着别的 这就不行了 你就把你的功夫破掉了 那应光大致劝到我们 劝念佛的人 最好每天呢 在走完课的时候 加念一千身 观世音菩萨 明好 这算不算假杂 不算 为什么 这一千身佛号 不是为自己 是为这个世间苦难众生 为他们念 这是你的慈悲性 那不是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不是 求观音菩萨保佑我 这地球上苦难众生 也保佑我 现在的灾变的地球 希望地球恢复正常 不要有这些灾难 特别为他们念 所以你还是一门神父 常识学修 符合经上所讲的一向常念 这个一向专念 今天 我们就会成为减之宾 经许大宅 还有 室友